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本港经济产业结构有大量改善空间 未来应该加强推动创科配合国家发展 国务院日前印发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方案 当中提出支持跨境金融服务和科技创新产业的政策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管理专业协会的论坛时后说 本港有7万多人从事的金融业 占本地生产总值大约23% 认为产业结构有大量改善空间 未必可以支援得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鄰近的兄弟成事合作 创科的竞争其实不是钱 创科的竞争是人财 你怎样可以吸引人财 这就是给钱他不行的 陈茂波预计中美紧张的关系会持续 香港要做好准备 我们从底线思维预备自己应对可能会出现的种种不同形式的挑战 我们都需要有不同的预案 有不同的准备 因为以底线思维做好我们的金融安全的部署 才可以确保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和稳定 对于有消息说 学者孙东将会出任下届政府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被问到局长一职应该具备些什么特质 陈茂波说应该看整个团队的能力 又对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挑选班子成员有信心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不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说 中美紧张关系仍会持续 但相信两国仍会合作发展 而本港要做好底线思维 准备不同预案认对不同形式的挑战 我们的研判就是 这个紧张关系会持续的 而中美之间的竞争也都无可避免 所以就见到在近年美国采取一些策略 就是某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是无理地去打压我们 打压我们的国家发展 也都包括近期来说一些中概股 在美国上市受到一定的压力 是否需要回流呢 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我又看到 在国家来说 对于吸引美国的资金 美国的投资者 仍然是非常欢迎的 在内地来说 仍然是觉得双方合作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是一个最合适的 一个发展的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一个最合适的 最好的一个发展的战略 我们从底线思维 预备自己 应对可能会出现的 种种不同形式的挑战 我们都需要有不同的预案 有不同的准备 因为以底线思维 做好我们的金融安全的部署 才可以确保我们的发展 能够持续和稳定 现届政府任期月底结束 劳福局局长罗志光 感谢同事过去几年的努力 说期间推出的劳福政策 和新措施都是破纪录 我只能够说 我就不太喜欢去评价自己的工作 我只可以说 我就很多谢我的同事 在过往这几年的努力 不论是福利和在劳工政策 都是可以所有的新的措施 是破纪录的了 可以说过往五年所做的工作 是都比过往回归任何一段时间 加上总和是更加多的 所以同事是非常辛苦的 我是要多谢所有的同事 劳工处理、社会福利处 劳福局的同事的努力 本港失业率回落到百分之五点一 劳工及福利局长罗志光 对本港经济前景谨慎乐观 认为失业率在年底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的机会相当高 当然国际的环境 特别是通胀和一些地缘 政治甚至你叫做战争 是带来很多不明朗的因素的 不过如果从过往几个月 我们看回本地和一些 譬如亚洲、欧洲 国际的一些贸易的数字 谨慎地乐观我相信会有一个较好的描述 我都相信特别我们最重要的影响香港 都是香港本身和国内的经济环境 如果看回过往的几个月和未来的发展 我们回来都挺有信心 到九月到秋天开始来的时候 第六波的风险就一直越来越高 所以疫情对我们的经济影响最大 去到年底就跌破百分之四的机会都相当高 那就应该都会去到三点多这个水平的了 行政贝尔成员通家华说 信信员已加入下届政府的人 都会认同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 又或民主派全面败退 是因为错判政治形势 距离政府换届还有大约两个星期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已经就新班纸名单布请中央 行政会议成员 民主思路接受人汤家华被问到 会不会留任行会 他说市民很快会知道 又说留意到盛传的新班纸 不少人都是公务员出身 认为是对现届政府 推动公务员精英化的肯定 我留意到其实都挺多公务员出身的人士 是入国的 如果你叫我形容的 我认为是一些卷起衣服 做实事的公务员 这个我相信也是突显了新特首 他认为是要以成果作为目标的 一个治港的理念 有传之心大律师林定国 将会出任律政司司长 汤家华说对方曾任大律师工会主席 相信得到业界认同 希望他多些向香港人 以至外国解说 外界对本港法治 和港区国安法的批评 汤家华又说到有传会出任 律政司副司长的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棍 汤家华在电台节目就提到 民主派在回归25年间全面败退 是因为错判政治形势 我觉得又会有几个不同的因素 但最主要的就是 传统的民主派一直都不可以摆脱 在殖民地时代那种 压力团体的意识形态 由此至终 香港民主派都是觉得 制造压力是可以令到北京屈服 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错判 他说现在立法会 只有一个非建制派议员 并不是中央乐见 但估计中央对香港的政治钟摆 短期内仍然会处于极端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天 本港连续四天确诊中数破千 新增1160宗本地感染 和116宗输入个案 粉岭东华三院 方黄灌帝安老院 一个院友 昨天快速测试阳性 一个曾经照顾他的职员 今天也快速测试 三个院友和五个员工 列为密切接触者 荃湾离木树村 圆圆护露院 企日间护理中心 也有一个院友掩疫 总共九个院友和职员需要检疫 灌塘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上真家石 再多四个在阿博检疫的院友掩疫 至今18个院友和一个员工确诊 佛光街中九龙干线地盘 再多三个工人确诊 至今总共10个人感染 带BA点2点1 2点1 当局昨天采集的九个环境样本 全部呈阴性 警方行动部单位 累积22人确诊 带本地流行的Omicron变异株 学校方面 匡城陆恩英文国际幼稚园 K3一个老师 三个学生检疫 上棍澳波导书院小学一医班 累计有四个学生确诊 当局说 更日有较多年轻人染疫 社会上其实存在着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爆发 尤其是特别在家庭群组 另外可能是有一些在学校里面 都是有一些小规模的传播 另外在工作场所都会有一些爆发 过去最近一两个礼拜 我们见到多些个案 集中在一些年轻的群组 过去大概一个礼拜的数字 大概都有54%的个案 是影响了20至49岁的人士 在长者方面 大概是18%左右 这个比例跟先前第五波高峰的时候 有点转变 就是今次我们见到少了长者是受影响 但是多了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士受到影响 我们都会密切注视着个案的流行病学的资料 以及分布